我家清涵能出生事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 小心修罗王修理你 大嫂呀 你还在这修罗王呢 外面都传遍了 说我们萧家小姐 萧清涵 勾引修罗王 勾引到别人身上去了 你知道是谁吗 是司机 你给我闭嘴 你给我滚出去 清涵呀 你也别着急 二婶这不是关心你吗 都大的司机呢也没关系 以后呀 小娘好好好过日子 只不定哪天 还可以开个出租车公司呢 你有完没完 我们家现在这样 你很高兴是吧 萧家撑不了多久了 没有我们清涵 你们都等着和西北风去吧 照你这么说 我们只靠清涵了 只靠他都大的司机 谈恋爱装大款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前两天吃饭 你不吃得挺开心的吗 怎么现在就翻脸不认人了 那要看谁了 要是匈罗王 二婶我肯定会避风避进 至于一个司机嘛 我肯定会避养了 我肯定会避养了 你不吃得挺好的 你不吃得挺好的 我肯定会避养了 我肯定会避养了 你不吃得挺好的 感谢观看 周敏要跟修罗王订婚了 那可真是太好了 你这傻孩子说什么胡话呢 他们两个订婚了 你能落到什么好处啊 我落不下好处 楚洋 他可更落不下好处 楚洋天天拿着周敏要不扬 周敏要跟修罗王订婚了 你觉得修罗王 能拢忍自己的未婚旗身边有个不清不楚的男人吗 你的意思是 楚洋把咱们家害得这么惨 楚洋的好人是灶头 你说得太对了 我就见不得这个废物 整天药无洋无衣的样子 二婶 这张行李归我了 那倒不行 这可是我娘家姐妹给我的请点 我还要去看看修罗王到底长得什么样 二婶 你不是一直想分家吗 你把这张行铁给我 我在萧家的财产全部归你 那可不行啊 这儿不定了 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啊 那 你这个请点归你 就这样 快 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 这下周总说了 他要把最好看的女人留在定分椅子上 老天现在归零进去 原来是这样也好 我明白了 周明 那我先随便逛逛 你慢慢准备 周总 殿下对你可真好呀 马上订婚了还要过来看看你 没有 真漂亮啊 真不愧是修罗王的定婚宴 这得花多少钱呀 这有什么呢 这有什么呢 到时候我替代了周明的位置 我半个口号啊 嗯 那肯定是了 哎 你没看见你刚进来的时候 那多少男人的眼睛啊 都在你身上 你才是全场的焦点呢 你好 这位美女 可以认识一下吗 能来参加修罗王订婚宴的非富即贵 你别急着拒绝嘛 打探打探家庭 厚不厚 你好 我叫清函 请问您怎么称呼 你好 我叫周健 啊 我一定是把你换emy 我叫你 你 我叫做 我叫你 你 你 一身的名牌西装 妈 你说的对 女儿 你看那个男人怎么样 一身的名牌西装 我听说这个牌子要私人定制 不是顶级富豪啊 都买不到啊 妈 我们过去看看 走 这位先生 可以帮我到人家上面吗 不可以 怎么是你 这话我还想问你们呢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被司机甩了 又来这里找没了大原状啊 你给我闭嘴 要是被别人听到 都死定了 这整个江省谁不知道 你肖大小姐的事迹 我要是你啊 都不好意思出门 你都不好意思了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得意不了多久 你马上就要完蛋了 哦 我怎么就要完蛋了 你可别忘了 今天是周明跟修轮王废峰的 你也是个废物啊 肯定是被周明给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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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